朋友们好啊 2022年的11月21号 我们继续说国史 昨天 我们通过 作者冬子 他的文字 我们了解到了 1973年 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第三号人物的 中国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他发达了之后 他的 亲人们生活的巨大的变迁 什么巨大的变迁 引号啊 巨大的变迁 那无非就是 生产队帮他们家 盖了四间房子 而这四间房子呢 还是在人家王家 兄弟们 已经打好基础 做好了框架之后 中途生产队参与进来了 无非也就是 把他们家的四间房子 这朝阳的这一面 变成了砖结构 这就是王洪文副主席 成为了副主席之后 给他们家带来的 这巨大的红利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的变 家里没有任何的变化 母亲依旧在老家 坐着农民 然后自己的弟弟弟妹 依旧在老家坐着农民 或者是在外地当着兵 没有任何的变化 而就这四间房子 又由于三天之后 王洪文从政坛上的跌落 最后被七手给他们盖起来的生产队 又他们给拆了 给扒了 结果搞得王家居无定所 我们昨天感慨 这事态炎凉 人情冷暖 那么这就带出了一个什么问题了呢 带出了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结论 就是我们从王家这个四间房子 这个盖和拆 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 那么也是这个作者 采访王洪文的包地 王洪双文武双全 老三 采访他之后得出的结论 那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 王洪文呢 真是不逊私情的共产党人 那么东子就接着写 说哎呦 等了一会之后呢 邻居说哎呦 他们回来了 说王家上坟的人都回来了 结果呢 这个见了面了之后 然后呢 就见到了王洪文的三弟王洪双了 然后还有王洪文的妹妹王桂兰 还见到了王洪文大弟弟王洪武的那个姨双 然后这个东西特别强 所以王洪文的夫人不是跟你们一起去上门去了 怎么没看到呢 哎人家就跟他们说了 说我们大娘啊 就是王洪文是老大嘛 对于下面这些孩子们 他属于大爷 东北 王洪文叫东北就叫大爷了 王洪文的妻子 东北人就叫大娘嘛 是不是啊 这个崔根帝 说大娘上完坟 直接就从墓地回市里了 因为下午他要赶回上海 这次给爷奶的上坟 就是大娘和三叔倡议的 就是王洪文的太太 和这个王洪双 他们俩倡议 一起给他爷奶的去上坟 那么这个 这个作者就感觉挺遗憾 还以为能见到王洪文的夫人 结果 没见到 然后呢 就进了这个王家的大门了 然后 这个 典型的东北农家的 那样的 这个生活的 那种环境 很简陋 然后那个 屋里也养鸡 等等 然后呢 大家坐在一起 他就和这个作者 就和王洪文他们家的一些人就聊起了 王洪文 说提起大哥王洪文 王洪文的妹妹 唯一的妹妹 这个王桂兰 就泪流不止 再加上他的身体不太好 过了一会儿 他和王洪武的老伴 就被掺到了隔壁的房间 就说不下去了 其实的 这太他妈伤心难过了 就给请走了 到旁边去休息去了 随后 这个王洪文的三弟 这个王洪霜 那也是一边流泪 一边讲述 就跟这个作者 就讲起了他的大哥 王洪文 王洪霜就说 小时候我对大哥的了解很少 因为大哥当兵离开家的时候 我才十岁 只记得他很能干活 经常照顾我们姐弟几个 和别人家的哥哥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小的说 王洪霜就记得他大哥 跟别人没什么区别 就是大哥 顾家 对我们好 王洪霜呢 比王洪文 小七岁 采访的时候也都六十八岁了 但是说身体很硬了 这个长得呢 说这个美女之间 就很像他大哥 很像王洪文 这个王洪文参军走后第七年 也就是王洪文复员的时候 王洪霜也当了兵了 王洪霜也当了兵 五年以后 王洪霜就转业 分到了陕西省 这个武功县的飞机修备厂 直到退休 王洪文进了北京 做了高官以后 王洪霜也成了让人刮目相看的人物 虽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但是厂里有什么事 都尽量请他出去办事 他到哪儿 只要一说是王洪文的弟弟 想办的事 立刻就办成了 这是那个时代的所谓的特权论 72年4月份 靠造反起步的王洪文 掌管着上海的行政大权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当时 刚才十分紧俏 王洪霜所在的厂子 要购买一批钢材 派王洪霜到上海去找王洪文 说看能不能帮帮忙 王洪文当时在北京开会 于是王洪霜就找到了 也是靠造反起步的 上海市的各委会的常委 王洪文的心服的 这个这个干将 陈俄大 陈俄大一见 说是又 这是王洪文弟弟 这个来求我了 满口答应了 迅速就为王洪霜 解决了四十吨的钢材 可正在王洪霜欢喜之时 大哥王洪文就从北京回来了 王洪文得知此事之后 就坚决阻止了 最后连一根钢材 也没运回去 王洪霜也只好无奈的回去交了差 就大哥不同意 我全给靠了 那三年以后 王洪文也是党中央的副主席 这时候仍在大西北当工人的王洪霜 想调进上海同类的军工企业当工人 大哥王洪文联系不变 再加上怕大哥不同意 这也挺聪明 耍了个心眼 就自己呢 到上海 找到王洪文的老部下 那就提出了调动的要求 那王洪文那时候还兼职上海是各个货的副主任呢 很快 上海市劳动局就为这个王洪霜办好 办好了这个工作的调令 为了稳妥起见 说这位老部下呢 还向王洪文汇报了王洪霜的这个调动的事 在王洪文那儿蛮蛮好的 表表公 结果怎么样 结果王洪文让他这个老部下就转告他的弟弟王洪霜 说你不能掉到上海去 过后王洪文又通过电话 告诉跟这个王洪霜说 说如果所有干部亲属都掉到北京和上海那不乱套了 你就好好在陕西那边待着吧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告诉我 这就是王洪霜 从陕西要进上海 最后中间流产的就这么一个 一段故事 王洪文就是这样 中共中央第三号人物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就是这样处理他的家事 你说你能不为那代共产党人点赞吗 尤其是这一代共产党人 真干净 就是这个文化大革命十年里面 共产党的那些个干部 那些个所谓的后来被弄成三种人了 什么被后来被骂成文革余孽呀 或者等等这些 你就这些人别都不说 就是在这一点上 你说这些多么干净 都是透明的呀 就干净到那种程度 说到这个09年 这个中国采访的时候 这个王洪文都退休了 一月就拿1100块钱 从陕西县城军工厂去退休 拿1100块钱 日子过得很平静 也很清淡 那么呢 作者就感慨 曾经中国政坛上 红极一时的王洪文 哎呀 在共和国第三号 应该说共产党 第三号的人物的位置上 三年多的时间 但他那些亲人们 始终在东北的小山村里 或者是大西北的荒原上 过着清贫而本分的平民生活 就是他的妻子 崔根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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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妻子 崔根帝 也一直是普通工人 王洪文做中央副主席 那几年 三年多 他妻子始终是普通工人 没有随之鸡犬升天 就王家所有的人 没有随王洪文鸡犬升天 说而今王洪文的两男一女 和崔根帝都生活在上海 儿女都很孝顺 都靠自己打拼着平淡的生活 王洪文的女儿 后来就不太平淡了 王洪文的女儿 后来说做酒厂 做什么 生意做的不小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比新美歌有志气 说那个 很多这个 外面的这些合作方 或什么都邀请他出国呀 让他到国外定居 他坚决都拒绝了 王洪文的大女儿 国内有些报章 前几年报过这个事 然后是说 王洪文1992年 在狱中去世 骨灰一直在上海的家中放着 就是他太太 这个崔根帝 就不埋的 不埋王洪文 骨灰就一直在家里放着 日夜 陪伴着他的夫人 陪伴着他的夫人 那我想这是他夫人 一定是他夫人的意见了 把老公接回家 这就是 王洪文 这就是 飞黄腾达之后的王洪文 然后和那 从来没有跟着他 鸡选升天的 他的亲人们的 那那那那 高光时刻 这是这个 这个东子这个作者 实际采访 留下来的文字 那么其他的一些个方面 介绍到王洪文 这个 飞黄腾达之后 他的家里的一些事情 也无疑不是这样的事实 那就看来就是事实了 是啊 也有其他的这个媒介 介绍这个和作品 介绍王洪文 说王洪文进了北京以后 他们王家在当地 那确实是旺族 因为旺族啊 旺族就是声望高 不是啊 说这个他大弟弟王洪武 也成了人刮目相看的人物 常常有村里乡里的人 来请他出去帮着办事 王洪文的母亲 也受到村里乡里人的 这个尊敬 然后说这个公社呀 开会呀 开什么大会呀 一般都 有大会了 大事都把王洪文的母亲 也请去 让老太太坐在 主席台的正中间 上台下台 上厕所 方便呢 都要让红卫兵 插衣服 荣耀是很荣耀 荣耀是很荣耀 但后来 随着王洪文的这个跌落 是不是啊 他们家房子给拆了 受王洪文的影响 这个王洪武 一度做过他们村里的 村的质保主任 结果王洪武掉下来之后呢 王洪武的村 村的质保主任 这个拆 也给免了 也给免了 那么接着就是 我们就说说这个 王洪文的妻子啊 这个崔庚蒂 崔庚蒂 崔庚蒂 说吧 王洪文去世了以后 然后呢 这个崔庚蒂就 从监狱里接到了 这个王洪文的骨灰 然后这个骨灰就被他带回了上海 始终放在家里面 始终 夫妻相伴 这个王洪文这个太太 真的是这个 不得了 也是苦出身 他们家是苏北的 苏北小的时候 也是苦出身 后来到上海 到上海在幼儿园 做保育员 跟王洪文后来相识 然后相爱 结婚 结婚的时候 也是靠着 这个这个王洪文的岳父家里的一间小房 那大家在一起 这个这个这个 艰苦度日 可以说 这个崔庚蒂 嫁给王洪文 没想过一天的福 没想过一天的福 一个呢 最重要的就是 王洪文不是那样的人 崔庚蒂也不是那样的人 是不是啊 做了副主席了 王洪文也依旧没有忘本 崔庚蒂也没有觉得自己老公 当这么大官了 然后自己怎么招 不是啊 这 如果说他们是人的话 那你说他妈改开四十多年 到现在为止 共产党这帮贪官无力 和他们的老婆们 那还是人吗 这是畜生都不如啊 你看哪个贪官的身后 不站着那么一个贪婪的老婆呀 崔庚蒂 上也是这个 这个石器产的 国民石器产的 然后他从 王洪文结婚之后 生了两个男孩 一个女孩 王洪文从上海到北京 到十大之后 当了党中央副主席之后 我们那天不是说过吗 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妖元 这属于文革新生代 这在当时中央的很多老人眼里头 这他妈是文革帮啊 是不是啊 这对他们来说都是 这这咬牙切齿的 都是咬牙切齿的 所以就像江青他们当年说的 进了中央文革了 就准备了哪天这机构被否了 咱们他们都没有好果子吃 毛洪奇后来不就说 毛洪奇说 你下跪人家都不会饶你的 到时候 中国人讲啊 这叫什么叫叫 这个毛人钱财等于杀人父母 不是 断人财路等于杀人父母 那不共戴天之处 那些老爷们靠什么 不就靠着自己的特权吗 那你他妈的 把他是当权派吗 所以他才有权力 他权力之下 他可以资本化成任何东西 然后你那毛洪大命是 这个打走资派是不是 那还了得了 就是等于杀人世人父母 所以张珍桥江青 姚元他们都有准备 都准备着随时 他妈的这个 这个这个 自己的政治生命就终了 随时准备他们进监狱 随时准备杀头的 断头的 没有这样的决心 能跟着毛主席搞黄黄大革命 毛主席都说自己是 被打得粉碎的 会被打得粉碎的 何况你们 所以王洪文也一样 王洪文当了党长副主席之后 他立马就感觉到自己 这个政治生态的这个环境多么险恶 我们后面会讲 王洪文当中央副主席之后 那多艰难 那日子过得多苦 多苦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他们的未来是什么 所以跟张正乔 他们几个一样 王洪文当时也跟妻子提出过离婚 就是不想连累妻儿嘛 但是他也没离成 人媳妇从一而终 不忘初心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王洪文最后成了阶下囚之后 黄金堂政变之后 压在中南海地下室里面 压了他们九个月嘛 后来又转到秦城 你看王洪文最后都死在狱中 多悲惨 但是王洪文成了阶下囚之后 进了秦城之后 说每年的国庆节这一天 他的太太崔恩帝 崔根帝都要带着孩子从上海赶到秦城来探监 每年国庆节都来 为什么 因为王洪文跟他太太结婚 就是1958年吧 1958年的国庆节 这是他们结婚纪念日 有媒体说嘛 说这位平凡而善良的女工 对找他谈话的领导 有领导找他谈话 说你不用去看他 他怎么反个命 政治流氓 现行反个命 做过崔根帝的工作 崔根帝怎么说 崔根帝特别平静 特别平静 就跟找他谈话的领导说 王洪文犯了罪 你们怎么判 我不管 可是我不离婚 我不能跟王洪文离婚 他还年轻 又是苦出身 我要等他 我第一次读这个 这个多少年前 二来年了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这段 就是崔根帝说这段话的说 我特别感动 真的特别的感动 这就是那一代人 这就是那一代中国人 这就是新中国的那一代人 这就是王王大革命 中的中国人 无论是王洪文 还是他的妻子 舍命闹革命 舍命闹革命 舍命跟着马主席干革命 然后你看到人家 干干净净 真的是干干净净 你看人家妻子说 你们怎么判 我不管 我不离婚 他还年轻 又是苦出身 我要等他 92年王洪文 五十出头 经历了十多年 折磨 最后患癌不治 死在监狱里 但你看 包括我们昨天分享的 那个东子写的那个采访 那崔恩帝你看 一到09年的时候 还从上海 专门跑回到王洪的老家里 去给自己的这个 这个公共婆婆们上坟去 那得是多么干净的一个社会 才能造出 培养出这么干净的人 那得是一个 多么美好的时代 才能够培养出这么美好的人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